这是周易先天图 据说能看懂这幅图 就可以通晓过去 预知未来 但遗憾的是 自北宋的少庸之后 再也没有一个人 能够完美地解释这幅传世图样 在少庸眼中的世界 是一个复杂但有序的结果 他按照特定的轨迹 在持续运转 只要掌握一个精妙的公式 就可以找到他的运转逻辑 那通晓命运的人 会如何看待自己的人生呢 少庸的一生 又和常人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大家好 我是白同学 今天我们人物片要说的就是 赵勒先生少庸 少庸这个人非常奇怪 可以说是整个大宋王朝 三百多年中 排名第一的情人 一录他的著作 就我们之前说到的 《黄极金士》 《渔桥问对》 以及《关物内外篇》 这些书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大家都知道这些书好 但就是说不清楚它好在哪里 总的来说 不管是少庸的书 还少庸这个人 都让人觉得难以理解 少庸也叫做少康杰 自号安乐先生 出生于河南 具体位置不详 是北宋时期唯一一位宇宙学家 平生不做官 不从商 每天就在家研究这个世界的变化 在他儿子少奔文的 《少氏建文录》中记载 公出生 发披面 有齿 能呼母 就是说少庸出生就带着牙齿 还能开口说话 但这里可能有被神话的嫌疑 年轻时的少庸和常人一样 头悬梁追刺骨的读书 希望可以考取一个公民 改变这个平级的家庭 某一天 少庸在读书时 发出了一句感慨 叫做西人上游于骨 而无读未及四方 就说我已经读遍了圣人书 但还没有走过圣人的路 于是呢 少庸就开始了自己的游历生涯 那年他16岁 一个人越过了黄河 冯河 走遍了春秋战国时 其路宋正等国的遗址 在游历期间 他曾连人带马一起追落过山谷 但是却安然无恙 只是摔破了顶帽子 亲生经历几次性命之难后 他对命运的定数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难道人的出现和消亡 人生的成败和贫富 也借由天定吗 游历归来后 少庸就拜了李之财为师 开始钻研医学书籍 这个李之财大家可能不太熟悉 我们再往上追溯 他的老师叫做沐修 是一位文学大家 沐修的老师呢 叫做总放 是一位得到影视 总放的老师呢 就是活了118岁 昊白云先生的成团 而少庸的先天图 就是根据成团的理念 所创作出来的医学图样 李之财张大少庸 主要是为了传承先师的思想 虽然李之财 沐修 总放等人师出成团 得到了成团的经典 但可惜的是 他们悟性不够 理解不了成团的理念 而少庸不仅通晓了成团的遗作 而且还从中感悟到了 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 在这段时间里 他整日观察天地运转的规则 和万物消长的规律 研究各类生物的特性和习性 据说这个时候的少庸 就达到了医学中的最高境界 叫做知命自信 在少庸的经典中 提到了三种大的预测境界 第一种叫做知天难逆 就是知道了命运 但是却无法做出改变 第二种叫做逆天改命 知道了命运 可以趋即避凶 但却无法改变最终的结果 第三种就叫做知命自信 就是知晓了命运 但却不屑于做出任何改变 这一生平行而过 不在意任何人的看法 也不被任何的外物所牵累 那知命后的少庸 究竟过上了什么样的生活呢 公元1050年 39岁的少庸 举家迁往了洛阳 刚开始没地方住 他就自己搭草棚而居 这个时候少庸身上 有一股浓烈的装周味道 破旧的草棚中时常漏雨 四面透风 但他却自得其乐 整日迎师作父 钻研易血 这种状态类似于躺平 但又不算是躺平 他似乎感觉不到生活的艰苦 而是极为享受这样的人生 在这个时期 少庸做了一首叫做《山村永怀的诗》 一去二三里 烟村四五家 亭台六七座 八九十之画 百姓庭龙洛阳城中 来了这么一个角色 也纷纷赶去围观 一来二去 少庸的名声就传遍了整个宇宙大地 自此之后 草棚旁边也多了一批身份显贵的追随者 但是洛阳城内著多学者 均与少庸的萌生自称 他们给少庸买了住房 够了田地 这才让少庸过上了他们看起来像样的生活 再之后 少庸将所居之所 改名为安乐窝 字号安乐先生 白天讲学 夜晚就小酌几倍 从这里就能看出少庸的奇怪之处 洛阳城内每个人都喜欢与他相处 闻人欣赏他的德行 舞者欣赏他的态度 不闻不武的人 则欣赏他的处事方法 虽然精通易学 但从不是才傲物 编写自治通俭的司马光 称他为兄长 成一成好两兄弟 视少庸为知己 当朝宰相复辟 认为少庸是圣人 说出那句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胜即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的张仔 整日守在少庸家中 在朝官员不管如何争斗 见了少庸都是肝胆相照 甚至当朝帝王 两次邀请其为官 都被少庸婉拒 从这里也能看出 少庸身上第二个棋的地方 出生贫寒 命中无财 不为官 不从伤 不刻意改命 只是顺其自然 但依旧能富贵一生 那少庸如何看待命运呢 在这个时期 少庸写下了于乔问对一书 其中是这么说的 有人问他 祷告会求来福报吗 少庸说 不会 只需心从善念 来人又问 那为什么有些善良的人 会遭遇恒祸 而作恶的人却因恶得福呢 少庸说 有幸运的 也有不幸运的 幸不幸运是命定 应不应当是本分 来人再问 那什么是本分 什么又是命定呢 少庸答 作恶的人因恶得福 就是命定 那是因为他幸运 而善良的人因善得福 就是本分 这是他本分应得 少庸一方面承认了命中注定 又一方面推翻了命定的说法 这个就是他 对待人生的态度 做自己想做的 应该做的 剩下的交给命运 不卑不亢 一切就有定数 直到公元1054年 43岁的少庸 才走上了 娶妻生子的人生录 当朝太学博士作美 蒙生为他准备好了聘礼 而少庸 依旧是随波逐流 享受着自己的人生 两年后 妻子为少庸生了一个儿子 娶命为少伯翁 日后也是一代叔叔大家 少伯翁降生的这一天 安乐窝内蒙客齐聚 少庸有感而发 写下了一首诗 叫做 我今行年四十五 生南方始为人父 居于教诲承在我 受邀闲于西语炉 我落数名七十岁 眼前见炉二十五 我欲燕如成大贤 为之天意肯从佛 从这里来看 少庸对自己寿命的估算 还是比较精准的 在这个时期 少庸又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他将其称为是物皆有数 就是我们开篇说到的 少庸认为 这个世界虽然在不断变化 但这个变化 一直都沿着一个恒定的规律 会出现一个固定的数值 就类似于一加一等于二一样 掌握一个公式 就可以掌握这个世界的变化规则 为此 少庸开始与史学家司马光 共同研究历史的轨迹 五年之后 他自称找到了这个公式 并将其命名为 黄极金事 黄极金事内容十分复杂 史学家称之为 官夫天地之运化 阴阳之消长 远而古今事变 因为我们之前讲到过 所以就不再重复了 可惜的是自少庸之后 这本书彻底变成了无字天书 写完黄极金事后 少庸的境界又有了新的变化 他在《官物外篇》中写道 天下之术出于理 伪乎理则入于术 人心当如水则定 定则静 静则明 就是说世人的预测 太过在意方法 不中逻辑 万事万物的变化 皆存在一个道理 这小道理后不用补挂 只需要心静 就可以看透万物 例如在知评年间时 少庸与一位友人 在天津桥上散步 突然听到了一阵杂乱的 杜鹃叫声 少庸说 不三五年 少庸男士为相 多饮男人 天下自此多事宜 客人不知所云 少庸又解释道 天下将至 地气自北而南 云鸟非泪 得气之先者也 结果呢 后来南方的王安石 掉路京城 推行了新法 一时间党派争斗不断 整个宋朝元气大伤 公元1067年 欧阳修的三子欧阳斐 来到了洛阳 临行前 欧阳修让他去拜访少庸 并向少庸 转达自己的思念之意 但当欧阳斐见到少庸时 少庸自顾自的 大谈自己的人生经历 和学术思想 不给欧阳斐说话的机会 临别时还一再嘱咐 让他不要忘了 今天所说的话 结果20年后 欧阳斐当上了太昌博士 负责给死后的 少庸追加一号 至此 他才彻底明白了 少庸之意 于是他写道 岂非先生学到爵士 前之来物 欲之告业 难道他真的 通晓了古今之事吗 公元1076年的夏天 少庸突然对身边的司马光说 我将要去观看万物轮回 当时司马光也没听懂 结果一年后 少庸就病倒在了床榻之上 司马光 傅毕 张仔 和成一成豪等朋友 一个个整整齐齐的 守在他的病床边 公元1077年秋天 少庸突然对身边的有人说 看来我们要永别了 诸多门客 在心有灵犀的走向门外 共同商量着少庸的后事 少庸听到了他们谈论 于是就叫来了儿子少伯温 并对儿子说 驻君欲葬我进城的地方 应当从于先祖的封地 一切从见 这天晚上 有人齐聚在安乐窝中 少庸有感而发 写下了一首病急影 内容为 生于太平市 长于太平市 老于太平市 死于太平市 客吻年几何 六十又七岁 抚养天地间 好人无所愧 此日凌晨 少庸客然尝试 小年六十七岁 这一天 上至达馆险贵 下至黎民百姓 无一不再追送 这位知名的影视 远在大内的宋神宗 追赠他为秘书省著作郎 赐予他一号康杰 百年后 少庸又佩祥孔庙 一介不一 获赐殊隆者 几千年来也仅他一人 少庸的一生 真的有很多 值得借鉴的地方 与补算 与命运 与交往 与人生 他都做到了 那个时代之最 如果有人问少庸 如何看待人生的话 那答案大概会是享受 不管贫瘠与否 一定要学会享受人生 不被任何外物所困的 享受人生 将苦与乐 都当做体验的享受人生 那我们今天的内容 就到这里了 我是白同学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